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豪公开课 今天让我们来谈改变中国命运的决定 联俄融共 这是孙中山晚年最重要的政治决策 直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但是如此重大历史事件 相关的前因后果却显得很模糊 海峡两岸的官方讨论都是点到为止 为什么呢 因为尴尬 从国民党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 国父是政治上的精神图腾 必须高举 必须拥护 不能质疑 那该怎么解释国父这种引狼入室的行为呢 解释不清只能笼统带过 顶多把中共解释为背叛革命 免得尴尬 从中共的角度来说 不能不谈也不能多谈 不谈则革命之力无从说起 谈多了就失去了革命的正统性 一来显得与苏修牵扯不清 二来曝鲁而当国民党随附组织的黑历史 所以得强调这是联俄联共 这是对等合作 并没有丧失自主性 还有务必得强调是蒋介石背叛了革命 可以说从这个时间点起 海峡两岸的历史写法就开始魔幻起来了 幸好如今百年已过 有许多资料都可以互文对照 是非功过可以有个论断了 那么要从哪里开始讲呢 先从孙中山的处境开始讲 话说那是民国11年的上海 此时正是陈炯明叛变后南方革命党势力受到重挫之计 经此一议 虽然革命党人元气未丧 但是经营多年的敏月革命根据地丢失 损失不可谓不大 北伐二字已经化为泡影 现在该怎么办 孙中山人在上海满眼镜是灯红酒绿 不过我相信他的心情是很悲凉的 北望京城直系军阀耀武扬威 眼看着曹昆紧锣密鼓的要选总统了 要全盘接收中华民国的正统地位 南库广州 那个支撑了自己十多年的根据地 现在变成了沉溺盘踞的地盘 如今自己空有大总统的名号 但是手底下仅有炮剑树梢 将士万语 这种实力是谈不上武力统一的 那么只能寻求外援啦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决定 这清末以来 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多半是依靠外力奠定的 个人社团性的捐助都来自华侨团体 国家级的支持 则日本德国都给过钱 英国与美国这种精明的帝国主义 也没有少在孙中山这边投资 都说得上话 可是华侨毕竟是个人资源有限 多年革命事业搞下来 早已拿的罗绝巨穷 眼下之际 唯有像帝国主义怎么伸手啦 可是这帝国主义的钱 岂是好拿的 这些钱都是要靠许以利权 开矿修路 甚至分裂国土 才能换来的政治投资啊 别说孙中山不能公然许诺这些条件 就算他愿意许诺 凭国民党当时的处境 也有拿什么给人家呢 何况 此时的国际形势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了 那是在陈炯明叛变的半年之前 那时孙中山还在南方筹划北伐之时 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会议早开了 这场包括九个国家的国际盛会 也是一次大战之后 列强重新分配在华利益的分赃大会 这个不能等闲适之 我们来详细说说 首先这九国是怎么决定的呢 其实也很简单 八国联军大家都还记得吧 俄德法美日澳一英嘛 这是清末侵略中国最凶狠的列强们 你把一战当中打趴下的三国扣掉 那就剩下法美日日英英五国 这是一战的胜利者 然后补上荷兰比利时葡萄牙 这些成语大清有不平等条约的欧洲小国 那就又是八国啦 加上利益相关方中华民国正好九国 接着看开会地点在华盛顿 你就应该知道 这显然是一战之后 只忍新盟主的美利坚合众国 要当一把太平洋主导者的登基大会 所以新老大发出英雄帖 把之前在中国拿过好处的老帝国主义们 通通找来交代一下新规矩 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不过这毕竟是1921年了 惨烈的一战都打过了 是帝国主义开始走下坡的时代了 所以不能搞得太粗暴 得把中国也找来谈谈 那么谁代表中国呢 当时北洋政府 此时北洋是英美之时的直系当家 有出生基督教家庭 留学美国多年的老外交官 颜慧庆祖阁 与慧全全代表是我们的老熟人 石兆基固维军王总会三人 这都是跟美国说得上话的人没问题啊 本来为了加强国内团结气氛 还邀请广州政府外交市长武朝书共同与会 但是孙中山当时政要北发 不愿意承认北京政府的代表性 要求自派代表不随之后就没参加 然后1921年11月11日大会召开 客观来说 这档会议对中国是很有利的 因为会议的主旨是 抑制日本在华的扩张 话说在一次大战之前 老牌帝国主义者们共同宰割中国 那时日本在华的影响力很有限 甚至对中国人来说 日本还算是可以仰仗的盟友 这一点从日俄战争期间 大清偏帮日本就能看得很清楚 当时的中日关系真的不算太差 所以你不能把清末时期 革命党的亲日行径都当成卖国 至少那时没人觉得日本很讨厌啊 不过一次大战改变了这一切 一来是俄国老毛子被彻底打趴下了 二来是日本一口咬住山东省不放 搞了中国朝野都对日本很不感冒 中日关系走向恶劣 是从这时才开始的 当然了 日本的扩张也影响了欧美列强的利益 一战震撼之际 还用得着日本不方便动手 到了1921年 德国已经整治妥贴了 那就该敲打敲打日本了 于是有了四国公约 华盛顿海军条约 以及九国公约 这三个都很重要 我们一个一个说 四国公约里的四个国家 分别是美国、英国、法国、日本 这个公约明面上是分配德国拥有的太平洋岛屿属地和领地 算是战胜国的一次分赃 但台面下的关键其实是 终止了1902年以来的英日同盟 这就让日本开始与英美处于竞争态势了 华盛顿海军条约则是五大强国同意裁减海军 一起放个海军假期的约定 比上述的四国公约又多了一个意大利 客观来说也是限制日本的海军发展的 至于最后那个九国公约则是所有国家共同承诺 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 这其实就是把清末时期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 机会均等两大原则给条约化 本质上还是在限制日本 开完这场会议之后 山东悬案正式签约解决 中国收回了山东主权和交际铁路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这都是一支相当漂亮的外交胜利 有问题吗? 有 有三方对此不太满意 首先当然是日本 日本开完这场会议恨得咬牙切齿 日本军部某些人从此下定决心 就算跟英美开战也要独吞中国 结果就是昭和了 再来 如果你细心一点的话 应该也发现了 俄罗斯被排除在外了 如果要找清末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的列强 俄罗斯怎么也得排在前三呢? 但现在美国开会讨论在华利益分配 居然没有邀请俄罗斯 但凭这一点你就知道当时苏俄被孤立的程度了 最后就是南方革命党人了 如果你是孙中山的支持者 看到这些成果并不会太开心啊 因为这些外交成就都是北洋政府获得的 本来讨发北洋政府的理由当中 包括卖国求隆这一条的 现在九国公约签订 山东问题迎刃而解 那这顶卖国的大帽子就很难往直系军阀头上戴啦 不过外患可解内讧不休 北洋军阀不肯恢复约法 这孙中山万万不肯袭兵霸占 这内战还得接着打 可是该怎么打 英美发起来是要帮助北洋直系的 那就只能从日本或俄罗斯寻求协助啦 日本那边孙中山倒是不缺联络人 可是眼下中国反日情绪高涨 亲自的缝气才刚刚被直系击溃 现在找日本恐怕是多有不便了 那就只能找俄罗斯啦 当然此时的俄罗斯早已不是沙俄 而是红色政权苏俄啦 关于苏俄的建立我们之前说过了 有兴趣的朋友行自行参考相关故事 这里我们只说跟中国有关的部分 具体来说就是协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相关始末 让我们回到1920年2月 那时苏俄内战已经接近尾声 布洋史维克获胜只是时间问题了 但是苏俄在国际上被孤立也是显而易见的 新生的共产政权想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得把战线延长到其他国家去 列宁当时有个主张 必须把共产主义输出到其他国家 一来这样可以替苏俄增加盟友 二来可以让资本主义国家自乱挣脚 所以刚刚在内战中躲回西伯利亚 打通了跟中国的陆地交通之后 俄共随即就设立了远东局 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在策动东亚各国的共产革命 1920年4月 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奉命前来上海 筹建中国共产党 维京斯基工作效率很高 一个月之后他就成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下设中国朝鲜和日本三个课 正式展开在中国的主党工作 然后他先后认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 经过讨论众人都同意 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 1920年8月建党大业开始 首先成立的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影响亿万人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然后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 都分别建立共产党小组 加上旅法旅日总共八个小组 介绍一下各小组里面的重要人物 上海小组有陈独秀 北京小组有李大钊 武汉小组有董毕武 长沙小组有毛泽东 广州小组有陈公伯 旅日小组有周佛海 旅法小组有周恩来 这些人在我们后来的故事里会陆续登场 就在这些小组陆续成立的时候 1920年秋天 我已经实际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 这次会面是非正式的内容没有真实公布 双方当时具体谈到什么程度 我们并不清楚 但从后来几个月的情况来看 孙中山在此时并没有与共产党互动的意愿 对照一下前几集的故事 我们可以推测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 当时孙中山在南方的革命事业还一片看好 正忙着投资陈久敏的越军武侠他顾 1920年8月 第一次越贵战争就开打了 打赢之后孙中山就南下去当非常大总统了 在这个时候确实没有理由分心跟苏俄往来 总之在那一年底 国共双方各忙各的 然后经过一年左右的运作 隔年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族界召开 被搜查之后转移到嘉兴南湖红船上把会开完 这场一大后来被赋予了非常崇高的意义 不过对照当时的真实情境来看的话 余慧者应该没有想那么多也没有真的很重视 比如李大招和陈独秀两位代表性人物都没来 真实原因已经难以考据 总之就是没来 南城北里都没来那谁主持会议呢 毛泽东吗 当然不是你不能开上帝视角来看当时的情况 主持会议的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 看相貌就知道这位不是中国人 马林是荷兰人也是印尼共产党创始人 一年前的1920年马林去莫斯科出席会议认识了列宁 列宁派他到中国来召集中共一大 开完会之后马林留在中国 共产国际委托他接触孙中山 四个月之后1921年12月 马林见到了正在筹备北发的孙中山 根据目前已知的史料 马林是第一个正式向孙中山介绍苏俄革命的人 然后孙中山知道了中国已经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 也就是中共 这次会谈的记录是公开的 会谈当中孙中山也向马林介绍自己 孙中山表示 我身在平农家庭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 能理解共产主义 马林很满意这个答案 当然孙中山的热忱款待和谦和 也是让马林满意的原因 总之这是一次愉快的会面 在后来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记录 国民党领袖是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 我们应该力挺国民党 目前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 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 但是根据已知的资料显示 中共的早期领袖们并不同意这个判断 这是后来马林被调离中国 改由维京司机接手的原因之一 而且由孙中山那几个月的公开发言来看 他也并不怎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毕竟他那时候正在准备北发 然而在这次会面之后 孙中山好不容易打开的局面急剧二化 首先是华盛顿会议召开 北洋政府获得了很大的正当性 再来是陈炯明判变爆发 几年经营的北发事业烟消云散 所以到了1922年8月 孙中山被打回原形 回到上海时 他很自然就想起了苏额 那么苏额还需要孙中山吗 来看看苏额那边的盘算 半年前的1922年1月 也就是华盛顿会议进行期间 为了反制这些帝国主义者们的集会 列宁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劳动者大会 在这个会议中 共产国际决定要尽力在中国寻找盟友 避免中国全面倒向英美一方 但是这时共产国际有点为难 没错 北洋政府显然是亲英美的 合作起来有难度 但是国民党也不太合适 当时共产国际的负责人 金恩维也夫在会议中正式发言 提到中国国民党是资产阶级 孙中山也是亲美的 所以苏额决定还是先跟北洋政府谈谈看 然后岳飞来了 别误会 是这位叫做阿道夫 阿波拉莫维奇岳飞的犹太裔共产党员 此人设是苏额外交高层 党国苏额驻德国全权代表 1922年7月 岳飞被任命为苏联驻华全权代表 等等 为什么是代表而不是大使 因为当时中国与苏额并没有邦交 事实上岳飞来华的主要目的就是 与北洋政府谈判建交 他的对手是刚刚开完华盛顿会议 名声确起的新任外交中厂顾维军 不过这次建交谈判并不顺利 顾维军只指苏额的要害 建交可以谈 但先把你们的红军从外蒙古撤退之后 再来谈吧 是的 此时苏额红军还占着蒙古 在那里扶持着一个亲苏政权 这当然不是岳飞可以答应的 所以谈判没有结果 之后岳飞又找上吴佩福 希望透过他的影响力改变中枢关系 然后又被吴佩福拒绝 为什么北洋政府对苏额这么强硬呢 因为这苏额政府说到跟放一样 历史上苏额曾经有过三次对华宣言 截至被吴佩福轰出去为止 已经有过两次 我带大家看一下细节 你就知道为什么岳飞讨不了好啦 苏额第一次对华宣言1919年7月25日 提出号称要废除沙额强加于中国人民的 所有不平等条约 这是用外交密件传递的 一开始没公布 此时正是武士运动后的外交敏感期 北洋政府在接到第一次对华宣言之后 因为不知道苏方虚实真假而颇为抽出 决定暂时不答复 且对国内保密 转过年来到了1920年3月底4月初 也就是刚刚说的 红军夺回西伯利亚时 这个宣言终于在中国民间传开了 一时之间中国人民热烈欢迎与响应 苏额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迅速上升 这也是维京司机能在上海顺利活动的时代背景 然后四个月之后苏额翻脸了 开始改口说中国政府收到了文本不是正式文本 因为你们当时没有正式答复啊 而我们这里这份上面写着 归还中东铁路是要谈判的哟 你们那份写的无偿归还的是草稿 不能算数的哟 为什么翻脸翻得这么快 那还用说 因为此时苏额红色政权江山越越稳了 就不太需要对华亲善了 这撒谎是打打的坏 是要打倒的 但是撒谎在中国拿到的好处 那苏额还是要继承地 又过了半年 1920年9月27日 苏额第二次对华宣言来了 在这个宣言当中 虽然有说要废除不平等条约 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具体承诺了 然后1921年6月 苏额红军就入侵外蒙古 扶持新苏政权了 你说对这种政权 北洋政府能给什么好脸色呢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外交总长顾维军拒绝中枢建交之后 民间舆论居然是一面倒的斥责顾维军 不但北京大学生上街示威 各地霸馆也用大篇幅抨击外交部 随着新闻热度升高 各地军阀还陆续通电指责顾维军 对了 孙春山当然也没少开骂 你说这顾维军心该有多两 更夸张的是骂了几年之后 指责居然演变成威胁 有个北京学生联合会 致函顾维军警告他 如不改变立场 赵霞楼的故事就想重演 你说这还有天理吗 算了 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先来看看岳飞后续的行动 在北洋政府这边碰了两个钉子之后 苏额就开始与孙春山联系了 1922年8月初陈永明叛变事件结束 孙春山狼狈的反地上海 获报后岳飞随即派马林前往拜会 8月14日 陈独秀、李大钊、林伯徐 陪着马林正式与孙春山会谈 因为在北洋政府那里吃了闭门羹 此时共产国际当时好话说尽 就在这次会面当中 马林告知孙春山 共产国际将命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 等等 马林能替中共做主吗 可以 因为此时中共刚刚开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大会当中有两项决议 一、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 简单来说就是同意与国民党合作 二、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简单来说就是决定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 本来根据第一项决议是要发展成党外联合形态的 但在马林的强力建议之下 共产国际决定加码了 7月18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一切听马林指挥 然后就有了上面这一番话 当然此时中共党员们都还不知道这件事 与孙春山会面之后半个月 1922年8月28日到30号 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 会议有马林主持 与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珊、张国陶等人 马林指出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 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并改造国民党 以推动民主革命 这次会议决定中共先派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 同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 然后孙春山终于心动了 9月6日孙春山成立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 开始研究如何容纳中共党员 接下来几个月全国民党都动员起来了 孙春山开始分别召集各省改组会议 凝聚党内共事并且与苏俄代表洽谈条件 最终1923年1月26日 孙春山与岳飞发表共同宣言 大概内容是 1.国共双方会共同努力促成民国统一 2.共产主义和苏俄来制度不适用于中国 3.苏俄愿意抛弃一切对华的不平等条约 4.同意苏军继续留住外蒙古 但不得侵略 学院发表之后 许国政经视为第一次国共合作 好啦就说到这里吧 真的 那黄埔建军呢 那是下一个故事 好啦以上就是本节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您会喜欢 更感谢会议朋友们的持续支持 我们下次见 拜拜